米菜亂拍照,政府隨時秋後算帳 抗戰時間這麼長,人數又多 到底佔中有什麼Do's and Don'ts? 如果有人搬著鐵馬或者政府用品 就不要拍他的正面 因為隨時會成為政府秋後算帳的證據 喝大兩杯,隨時不知道會做什麼 引起混亂或者有危險的時候 等走不及就不要了 可能拿手上任何東西 扔向警察或者周圍和其他 可能意見不合的人在這裡吵 甚至大打出手,這些一定不能接受 但這些不好做,那有什麼一定要做呢? 四圍都是人 英文想起床吃兩口,最好走遠一點 別逼別人吃二手煙 一場佔中,令金鐘一帶成為全港空氣最好的地區 在這裡幫忙派一下物資搬下水 當做運動一定是半功倍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說物資缺乏 而且很多人都落費了物資 最好帶回自己覺得必備的物資過來 至於燒腸仔踢球 會不會令佔中太子嘉年華 做不做好就見仁見智 最重要,記得目標,勿忘初衝 含甚麼 ik太子嘉年華 呜 好